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講到互動的討估和行動 我發現對於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真的在我侍奉、在屬靈生命、同神得力是很大的幫助 令到我經常都深信神在愛我 因為根據聖經家,我會從聖經去讓我們看到 各樣的事我們所做合乎聖經的,神都會歡喜 神喜悅的時候,所以我們無論是討估,我們就深信神喜歡 我們合乎神的行動也是神所喜歡的 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做得對的,神是歡喜 很多人,這幅圖沒有拍,因為我有一個修改了 我下面修改了,那幅就完整些 我們就知道原來我們做的神歡喜 我們就可以開心,不要經常覺得 我都未合標準,未做得到夠標 很多人覺得自己很難討神喜 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聰明,不夠有因此 我做得不夠好,很多人覺得不夠好 這個都是人很多時候會想的 就算我自己都會發覺,有時自己都會想這些 做得不夠好,師傅不夠好,不夠發揮 但我就說,當我越想又沒用 但當我想,我有做的,神歡喜的,我心更加得力 我更加能夠做得更加好,但我越想不好 我就越困難了,因為有很多人的習慣 都是習慣想,我都是愛主未夠 大家想一想,問一下自己,留意一下自己 你的心裡面有一種意念 我都是未夠乖,我都是未夠多祈禱 我都是未夠多看聖經 未夠多遵從神,這種意念 悔改就好了,悔改 就跟著去改,但就不是成一路 我都是不夠好,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神不喜歡我 所以生命就會很難提升 也都在人那裏,因為人不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覺得神都不喜歡我們 就是覺得沒有人喜歡我,沒有人讚我 我被人孤立,我不成功 因為人對我們不好,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都是神不喜歡的人 但是人不喜歡我們,是不是代表神不喜歡我們 不是的,我想問大家 得到人的喜歡是否容易 有時不容易的,有些人就容易 但有些人就很難的 那你想得到他的歡喜 是有時真的難又登天的 因為你做對的事,他又會說你別的事錯 還有他會比較滑 去攻擊呀,去批評呀 就算基督徒都一樣有的 所以令到我們是覺得很辛苦很困難的 好了,那在這裏我有幾點 第一就是神在很多方面做我們歡喜的事 就是神做令我們歡喜的事先 然後我們後來再看看我們做些甚麼 可以令到神歡喜的 神做甚麼歡喜呢? 神做一些自然界的環境 還有很多食物 還有神做人呢,本性是開心的 小朋友是開心的,是不是 很有趣的 但是呢,人類犯罪之後呢 就失了這種這麼單純的開心的心 所以一個人越大呢 很多時候,除非他真的處理生命 如果不是很小型狗,像這個小朋友那樣開心的 我在網上看到這張照片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很開心 神也都賜給我們音樂,可以敬拜神 人呢,聽到音樂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回應的 神也都將耶穌賜給我們,去愛我們 耶穌為我們釘實教 也都賜聖靈給我們 還有我們將來所做的賞賜 其實神做很多事呢,是我們歡喜的 但是呢,我們分清的是神愛世人 每個人都愛 但是呢,祂喜悅,親近和遵從祂的人 是兩樣不同的 那麼,神愛世人 即是任父母都是被神所愛 我們每個人都是被神所愛的 你跟隔壁都說 你是被神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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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喜悅呢,是大有條件的 雖然信耶穌的人都是神所愛的 凡是信耶穌的人都是喜悅的 但是,高度的喜悅是有不同的 因為聖經講到 譬如,大為是神所高度喜悅的一個王 那麼,什麼人更加喜悅 就是親近和遵從祂 那麼,有很多人就說 那麼,我們好多未夠,親近未夠遵從 那麼,你這樣看,就的確很困難 但是,當你有做 我有做一些,我就歡喜呢 你就有力做更多 當我們看沒有做的,是難很多的 譬如,有對夫婦,他相處經常都說 你又洗碗又不乾淨了 你又沒有收拾東西了 你又遲到了 你又做什麼做什麼 是不是很大壓力 但是,如果一方面經常跟另一方面說 你真的做了很多好事 我見到你做的事,我很開心 我見到你笑,很開心 我見到你就開心 是不是更加的關係更加容易現立 所以,人呢,是時時都是正面的 是鼓勵的 就是,聖經都是正面的 聖經不會被人絕望的 聖經叫人悔改 悔改,悔改神就赦免 但有些人呢,就不是的 就算說悔改 你悔改不夠的 你要悔改久一點 你要悔改幾天幾夜 你要怎樣悔改神才赦免你 但其實不是的 神,你一真心悔改,神就赦免的 我們知道神赦免 我們心就歡喜了 我們就可以被神去提升了 我們在齊讀上面那兩句 神喜悦祂的眾兒女 我們討祂喜悦也是容易的 西法文書三十七節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 勿言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第一就是神喜悦祂的眾兒女 而討祂喜悦也都是容易的 這句說話很重要 再度一次 我們討祂喜悦也是容易的 就是我們做什麼適合神的心的 神都喜歡 就不要說我未救 而是我有做什麼 你來到崇拜 神已經喜悦了 我們一起宣布 我們來到崇拜,神就喜悦了 一起說 我們來到崇拜,神就喜悦了 我有心敬拜,神就喜悦了 我有心敬拜,神就喜悦了 我有心聽道,神就喜悦了 神就喜悦了 那就是說我們做任何事 那你說那些是很容易的 但是神就說容易了 沒有說到很難的 我騙是容易,我淡只是輕散的 而這個經文就說到 神在我們中間 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開心,很開心 還有默然地愛我們 不斷愛我們 此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經常這麼開心的 這麼喜歡我們 何況當我們一親近祂 祂更加喜歡我們 更加大大的祝福我們 人會討人的喜悦 但是會不會決意討神的喜悦呢 人有很多方法 很想去令到人喜悦 例如這裏當是老闆 這裏有這麼多員工 每個做不同的事 想令到他歡喜 但是我們會不會 決意令到神歡喜 就是我今天決意 我做一些神歡喜的人 也都盡量去多做神歡喜的人 就不只是說 我要討好我的老闆 我討好我的家人 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想討好 但好像永遠都失敗 但是神呢 我們一討好他 馬上成功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神喜悦 某些人的例子 聖經裡有講到 有些人是很喜悦的 《詩囊主》十三章二十二節 似乎當inta 我陳德焉孫裡兒子大衛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子意 這個時候講到大衛是合神心意的 但有些人說 大衛都犯家�v生人 都責任 但是他 他會真心悔解 以後他都真的很盡力去遵從神 他為了成年 很想成年 他成年 以為他可以成年 galleries 誰知道 詩紙告訴她 不是你建的 雖然不是他建的 但是他為了聖殿 他預備了很多的材料 那些材料是多到不得了的 他真是做很多神所歡喜的事 他真是很想討神喜悅 在大衛的詩篇 他是寫了很多他對神的愛慕 神的歡喜 第一件事我曾經尋求若華 現在仍要尋求就是住在殿中 去占養他的榮美 去求問他 大衛會很喜歡 經常住在殿中 跟神一起有親密的關係 這就是大衛的很強的特色 就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這裏就是講到他在約櫃面前跳舞 在那裏走的時候 一路跳舞一路把約櫃帶去耶路撒冷 這就是大衛那種體重神的心 另外一個是 彼得 馬太十六章十七節 而是天上的父指示 我想問大家 有時神會指示你 不要犯罪 你聽神的話 你做神歡喜的事 你關心這個人 你去幫助這個人 你去傳福音 你去親近我 有沒有這些信息 這些指示 凡基督徒也會有 一定有 知序 還有神提醒我們一些的話 所以我們一樣有神指示 當我們有神指示 我們回應神的時候 神就歡喜 並且耶穌要將他的教會建造在這個盆石上 陰間的權並不能勝過他 天主教解釋這個經文 就說就是彼得 然後彼得 彼得 所按立之後的教王 全是教王 但是其實教皇 這個東西是 耶穌之後很多年後才有 就是在彼得之後 根本沒有記載 說有誰是教王 根本沒有這個記載 所以這個就不在他這個人可以按立人的身上 而是在他這個宣告,他相信,他知道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他這個信仰,神就會看重他,就說在這個盆石,你這個信仰,你這個生命,我就是建立在這個人身上 不是建立在彼得這個人身上,不是彼得這個人,令到我們能夠進入天堂,而是他這個信仰令到我們能夠進入天堂,是他的這個盆石 所以彼得也是神所歡喜的人,做神喜悅的人是蒙福的,也不難的,為什麼呢? 馬太十一章三十節,因為我們騙是容易的,我們淡是輕散的 耶穌說明他騙是容易的,所以我們有一天都說是容易的,是不難的 那這個互動的討告和互動的行動呢,我希望鼓勵大家,經常都記住,真是不難的 這個耶穌,許起手指公,你做得好,讚你,你會不會相信耶穌讚你呢? 在這一陣子,你對耶穌說,耶穌,原來你的騙是容易的,你淡是輕生,我願意跟從你 你想真心地跟耶穌說,現在真心,你跟耶穌說,你的騙是容易的 你淡是輕生,我願意全心跟從你 馬上耶穌就會跟耶穌說,你做得好 就是這麼簡單的,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是很容易討神喜悅 亦都很容易建立好的關係,我們就會容易得力了 好了,有些什麼是討神喜悅的? 所以我解釋這個互動的討告和行動的意思 就是一邊討告或者行動,一邊相信神很歡喜 因為聖經說了祂喜悅的 第一個圖就是講到,我們是基督的辛苦 耶穌是基督教會的新郎 所以這個就代表一個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然後我們服侍主,全靈福音和親近神,都是神所喜悅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一邊做一邊說神很歡喜 有什麼叫生娘? 生娘 在啟釋路有講到,就是基督就是我們營取這個辛苦的時候 教會就是辛苦 這個就不是普通人的結婚來的 因為不是有性的關係的 是一個耶穌和教會的完全的結合 聖經是有講到這個婚言 即是一個言直 就是基督和教會合一這個言直 所以我們又稱為基督的辛苦 好了,那第一件事,神老歡喜就是悅改離罪 我們一起讀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七節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自己為他歡喜 很簡單,我們做得不夠好事 我們立即悔改,神就歡喜了 其實真的,這件事是不是容易? 真心悔改,我知道我有罪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神什麼屬性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接立人有罪 耶穌為罪人死 神感動人悔改 神大大喜悅,罪人悔改 其實我們寫這些不是全部的 不過其中一部分 神接立人有罪 祂知道人有罪 那其實有一點這裡沒有寫的 就是神就是愛罪人 神愛所有的罪人 然後耶穌為我們死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即是祂本身的本質很接立我們有罪 祂知道我們有罪 祂都很愛罪人 祂很想祝福我們 於是祂有個計劃 差異耶穌為我們死 祂又會感動人去悔改 祂回到耶穌那裡 當罪人一悔改 神就大大歡喜 所以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我們一悔改 就不要說糟了 我就犯了那個罪 哎呀真是很醜怪 耶穌立即赦免 我們就立即放心了 有些人的不好的行為是什麼呢? 他不知道罪有嚴重性 繼續犯罪 得罪神 他不悔改 又經常內疚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即是他已經悔改了 不過 哎呀真是做了這些錯事 真是很醜怪 真是很肉酸 這樣的時候 他整天內疚都不是神父 因為神想我們真心相信 祂真是寫免我們 還有不信神接納我 都是一樣的問題 神都不會愛我 神不會喜歡我 這樣的時候 也都是造成一個問題的 好了 那應該做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接納罪人 憎恨罪 真心悔改離罪 相信神喜悔 真心悔改 即是說 我深信神 好接納罪人 我有罪 神一定接納我的 我們有憎恨罪 有真心悔改 離開罪 相信神很喜歡 所以每一次你悔改 你就怎樣? 這個互動的討伐 哎呀悔改 神很歡喜 真的就是這樣 當數人不會這樣的 當數人會這樣 悔改 神啊 我都是很不舒服 神啊 我真的做錯了很多 讓我悔改久一點 讓我舒服 即是我們會有一種感覺 覺得悔改久一點 就好像值得神的謝罪 但其實一悔改 神你很歡喜 神啊 我知道我犯了罪 是很不對的 但是你一悔改 你馬上很歡喜 即是你可以想像 整個天堂的天使 跟你一起歡喜 這個圖 就是說 當我們悔改離罪 你看到那個人的手 有個鎖鏈在那裡 他的手有鎖鏈 就是被罪捆綁的時候 悔改 那是主赦免 那些罪 除魔鬼的控訴 因為在這個律法 這個代表 這一座是律法 有兩個圓拱形 就是兩個石板 就是這個十戒的石板 有魔鬼不斷說 你沒有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你做得不夠好 但是耶穌在他的旁邊 耶穌說 我已經為他付了罪的代價 就是魔鬼會控訴 但是耶穌會釋放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 歡喜快樂 開開心心 我們是不是每天都是這樣 這個互動的討告 和互動的行動 就是幫助我們 每天都開開心心 神赦免我 我悔改 神很開心 那我的心 就輕鬆了 因為世界上 不是那麼多人喜歡我們 所以很多人很難相信 神正在喜歡我們 神很開心 我希望今天的訊息 是改變我們 對於神的看法 於是我們更加喜歡自己 因為我們越覺得 神不喜歡我們 我們就不會喜歡自己 但如果我們深信 神很疼我們 現在開心得不得了 如果耶穌現在出現 耶穌會跟我們說 我真的很愛你們 我的愛超越你想像的 你不用那麼擔心 我真的很疼你 很愛你 那時候 當耶穌出現 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耶穌這麼愛我們 我希望大家 不用耶穌出現 都相信 由聖經裡面相信 他真的很歡喜 你一個罪人悔過 在天上怎麼樣 都要為他歡喜 嘩 那些天使 全部一起開心快樂 和所有的聖徒 一起開心快樂 阿里路亞 好了 第二就是講到 讚美感謝神 一起讀 詩篇六九篇三十到三一節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 以感謝青湯為大 這便叫耶穌喜悅 聖子獻牛 或是獻有國 又提子公牛 這個講到 當我們讚美神 感謝神的時候 就會叫神怎樣 喜悅 這個很清楚講到 原來我們讚美感謝神 神就很歡喜 聖過我們獻牛 獻羊 在舊樣的時候獻牛羊 獻祭 或者是感恩的祭 在新約的時候 我們奉獻 奉獻是應該做的 但是神喜悅 我們有一個讚美神的心 是超過我們奉獻的 那有些人說 那我不奉獻了 那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 只是感謝 但是神兩樣都歡喜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錢 是很多人的心 所在處 因為很多人 讚美反而容易 就是這樣講 讚美神 感謝神 那便容易 但是錢 有些心痛 奉獻 拿出來有些心痛 尤其是十一奉獻 人工的十分之一 你想想 如果你是 香港人工 通常都有一萬 以上 一萬元的時候 每個月是一千元 那如果再高一點的時候 二千三千 那時候 有很多人來說 是覺得太 真是很大的數目 但是神比我們 實在是 很多很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 因為神也都看我們的心 就是我們奉獻的時候 就顯示我們的心 有沒有愛神 那為什麼 這裡講到讚美神 更加比獻祭 更加更加神歡喜呢 因為 真心的感謝神 口講多謝神 讚美神 任何人都做到 但是真心說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很感激你 你真是最完美的 這種的心 不是很多人有的 即是經常都說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歡喜你 我真是喜歡你 我真是經常享受你 感應的生命 神是很歡喜的 超越我們所有做很多的事 好了 真心讚美神 這個人去親近神 一邊討告 一邊神就起了 互動的討告 這個圖 然後下面 就是這裡 十個大麻蜂 有一個回來 就感謝耶穌 他就躺在地上 苦服在地上 因為他之前 大麻蜂是很慘 他要和別人隔離 他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他要出去營外 住在那裡 很髒 很沒有供應的地方 那裡 一定是食用藥 都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現在 耶穌醫治了他 一下子就治好他 他真的很感激神 因為他叫他去大祭司 那裡 叫他檢查 走走走走 發覺 那些大麻蜂都沒有了 那九個就照走走 但是那一個他回到後 他就去感謝耶穌 這個耶穌 特別稱讚這個人 當我真心去感謝神的時候 神就很開心了 你看這個開心的耶穌 我就蒙福了 因為他喜悅我們的仇 他各種恩典耶穌 恩典教會 聖經 喜樂 和太陽與水 神給我們的義婆 和神給我們的恩典的婆 和聖靈的臨在 各種的恩慈 身體的健康 全方的機會 和將來的賞賜 全部都厚厚的賜給我們 你想你的生命提升 就是你時時都愛神 感謝神 難不難做啊 一路讚美神 就說神現在很歡喜了 這個是我真的 我發覺很有幫助 其實我很多年呢 因為我在士奉的時候 我未曾做牧師之前 士奉呢 是很容易很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說 你做得很好啊 很投入啊 但我做牧師之後呢 有些人就批評了 也都有傳導人批評 因為他們的期望很高啊 他們想著你未做牧師 已經這麼高啊 那你到牧師 應該更加厲害啊 就是厲害到不得了啊 這樣子 那時候呢 發覺不是超厲害啊 就會有一些批評的聲音 那時候呢 我就整天 耶穌說求你憐憐 開恩可憐 我幫助我啦 但我那時候站了很耐土 我都發覺 即是 心都是未鬆 不過這個 這個過程是預備我的心的 當我在那時候 我看書邊 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在書邊裡面 講到 那種渴慕神啊 怎樣得神的喜悅啊 我看的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 我看了很多書邊的時候呢 是那時候特別歡喜的 這個養成了我這個愛慕神的習慣了 其實我在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已經有這種的習慣 時時愛慕神 當我一經歷聖靈 更加我就全心感激了 我就很感激 就全心回應神 真的 我真的看到 整個生命都是神為我而言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學習 很衷心感謝神 因為世上 沒有一個人好像神那麼好的 我經常都說 人呢 總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好了 那這個經文 我們看一看 有什麼神的屬性 一起讀 神極度美善 神配受大讚美 神起源人讚美 神賞賜人讚美 就是祂神清是美善的 所以祂值得讚美 祂是完全美善 是完全完美的 祂配受最大的讚美 而呢 神起源人讚美祂 讚美祂的時候呢 一方面是神佩當 另一方面呢 神祝福祂 祂更大夢幅 因為祂的生命打開 祂就有很多的恩典 傾到在祂生命裏面 神是喜的人去讚美祂的 隨時一讚美祂就歡喜了 神也都賞賜人讚美祂的 好了 相反有些人會 埋怨神 神呢你都不幫我 神呢你都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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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低層 我還記得那時我曾經回香港10天 因為有人告訴我 你可以回來香港 有一個方法 就是幫一個運輸公司 回來有免費的機票 我就回來10天 我還記得那時我坐在地鐵 我很開心 終於回到香港 但接著我就想 10天之後我就要回去 因為當時面對的教會 其實那些人很多喜歡我的 但是有一個同工和我的關係 就是他的批評 令到我的心很大壓力 當時我又不是很懂得去處理 當我一想到要回去 我心馬上很重 就是我曾經在這些日子 曾經經歷過很多這些困難的時候 所以我知道 低層是很慘的 我不想在這個日子裏面 而我發覺的鑰匙 第一就是不要吃垃圾 而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經常相信我 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這個真的就這樣 祈禱流 我以前也有很多時間 所以說多謝你 是你憐憫我 感謝你 當時是有點開心的 但我沒有想到 原來神很歡喜 當我知道神很歡喜 我的心更加容易起落 在這一陣子 大家都可以 現在我一感謝神 我一專心愛神 神就歡喜了 我們更加得力的 有很多人就是 會埋怨神 不要看到神 所賜的好的東西 就是看到他得不到的東西 還有很多人會 充滿苦毒 和痛苦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一起讀一下 數算神的美善和恩怨 信好處不在神以外 真心感激 讚美神 喜樂有力 就是數神的美善和恩怨 祂有什麼美善 有好的地方 我感謝祂 還有我的好處不在神以外 我們有一切的好處 我們能夠做到這麼多事情 都是神做我們身體這麼奇妙 我們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真心感謝讚美祂 那就越來有喜樂有力量 這個就是互動了 凡親的神一定有祂的好處 另一個經文就是 正直的心 一起讀一下 真言十五章八節 惡人獻祭為耶華所珍負 正直人祈禱為他所起 就是一個正直的心 我都見過基督徒不正直的心 為什麼不正直呢 很想得到人的注意 當人沒有注意的時候就會發脾氣 很想做一些事情是要好過人的 當人說別人做的更好 心就不歡喜 很想用方法令到人會看起它 當他得不到的時候 心也不歡喜 就是也有時候做一些事情是為了 為了人的不是為了神的 甚至有時候做一些傷害人的事 我都真的見過不少基督徒這樣做 我也都見過教牧這樣做 那我完全不是批評 我只是說人是很容易犯罪的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罪 馬上處理 但有些人是不懂得處理的 所以我求主幫我們 有一個正直的心 神一聲是什麼呢 一起說 神完全正直 神將人變為正直 神起人正直祈禱 神賞賜正直祈禱 神完全正直 神完全沒有歪曲的 神完全沒有歪念 神完全沒有不好的東西 神在裡面沒有任何的邪惡 神是很美善的 神他將人變為正直 神變為很單純 神很想祝福人的 神有些人跟我說 牧師你這樣會被人欺負的 但我自己真的發覺 神人欺負我不了 我不是 其實我不是蠢 我不是傻 我不是傻 我亦都不是鈍 我問我是什麼呢 我是不介意的 所以有些人以為我 我沒有什麼反應 為什麼人家說你 你都沒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我裡面 我只不過我不用 一個普通人的反應 就是裡面 我是知道哪些人是好 哪些人是有問題 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有些人就覺得我太直 太純了 你一定會被人欺負的 但其實我會分辨到 我是不會被人欺負的 就是我們神不代表被人欺負的 神完全正直 他又將人變為正直的人 神喜歡人正直 還有正直的祈禱 神有賞賜正直的祈禱 幫你真心單純的時候 神是歡喜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人可以不正直 還有會利用人 會利用神 基督徒都可以利用神 他只是想我要得到什麼配偶 神啊你給我 神啊我便給你一些奉獻 有些人會這樣跟神說話 神啊我願意做這件事 你給我一些好事 還有有時不良的動機 神祝福他的生命 甚至他侍奉 他用這個動機的時候 反而是白做的 好了 然後下面 下面 下面 對不起 這裏 沒有轉 那 有些什麼 我們應該做的 第一就是 我們裏面有什麼歪曲的 我們就處理 有什麼歪曲的 我們處理 然後怎樣有一個正直的心 我走完神的路 神一定會歡喜的 也都一直欣賞自己 我有正直的心 神一定會歡喜 神一定會賞賜我 因為神的賞賜超越人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有一個正直的心 不受人影響 就算人不正直也好 我不要用方法 為什麼不正直呢 譬如有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事情 整一下他 讓他不開心 問一句話 激一下他 或者 善一下他做一些事情 令到他會受苦的 讓他學一下教訓 其實我們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一個溫和的心 反而能夠幫到人 內心不良的動機 就有這個人外面 很漂亮 但裡面好像骷顱骨頭 神和人 不喜悅 當他不能動機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 末日的圖畫 在路加夫欣有說到 以前沒有海嘯這回事 但是 在聖兵裡面說到 因為波浪的響聲 那些人就方方不定 這個是預言到 在末後 只有很多這些海嘯 那些海嘯來的時候 真是 你想想這麼大的波浪 蓋下來 會有多少人浸死 還有這裡下面 就說了很多種不同的 不好的同事 不過這個不是只是說不好的 同事可以說在普通人的 我讀給大家聽 由左至右 大隻港隻只有一個港字 永遠叮人的 沒有建設性的 搞小圈子 這個第三 下一行 就是拆鞋仔 經常都要拆鞋 跟著下一個就是 懶惰豬頭餅 是懶的 懶死豬頭餅 然後呢 就是八卦的 是非精 下面那裡 中場A字博 即是射博 那樣的 然後拆背脊的人 還有見高拜見低踩 即是說這些不良的 不動機 即是 令到人不喜歡的 終於是失去一切 其實這些人以為他很厲害 我們有時候都會想到 哇你連問這個人 其實這個人害你 他很慘的 我不是呀 他害得很慘 但其實他的生命就是這樣 他會崩潰的 他全部崩潰的 他沒有東西 他沒有東西是好的 他那些全部 神是不喜歡他的 好啦 內心良善是怎樣呢 內心正義良善呢 神和人喜悅 一起做 有人害也不怕 必得神祝福 這個真是 For God is for me Who can be against me 這個羅馬書 八章三義 神既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呢 有神幫助我 他站在這裏多瀟灑 你有敵黨我 我不用怕 我神頂全 即是當我們內心正值良善 神歡喜的時候呢 就算人害我都不用怕 那我呢 也都有神的祝福 是吧 感謝神 好啦 跟著第四 第四樣東西 就是怎樣得神喜悅 就是信靠神 《希伯來書》 是一張六節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之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智 那求求他的人 信的意思呢 其實是跟行為對比的 即是說 信就是 我信靠神赦免我 我信靠神祝福我 不是我夠好 不是我夠好 有一個人這樣問我 他說呢 在羅馬書讚阿伯拉罕有信心 不過他看舊約 他說阿伯拉罕 他太太也不敢認 為什麼有信心呢 所以他的信心不夠好 羅馬書讚他讚他這麼好 但是羅馬書讚他什麼 他就是他的信 令到他清而 他不是夠好 他就以為 即是阿伯拉罕很好 很有信心 他不是說他很大信心 他就說他不夠好 但是他信靠神 雖然他有軟弱 他信靠神 所以神喜悅他 清他為義 我想問大家 我們信耶穌 是不是我們的信夠堅強 所以神就赦免我們 是不是我們夠好人 所以神赦免我們 不是 因為我們拿著耶穌信 原來就是我不行 我拿著耶穌 我信靠耶穌 這就是信心 好像這個 這個手仔就是代表我們 我們 耶穌拉著我們 我們就拿著耶穌 耶穌 我拿著他 就搞定了 那是否代表我們不改變 不是 但我們一世都依靠神 其實就算我們幾剛強都好 我們都是依靠神而得力 這裏看到神的聖情 一起讀 神是可靠 神定義救和賞賜人 人不夠好 信靠神 神也喜悅 第一就是神是可靠 所以我們信靠祂 祂一定祝福 祂是可靠的 祂一定救和賞賜我們 祂一定會救和賞賜我們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這裏說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 尋求他的人 我相信有神 和相信祂會賞賜 尋求祂的人 賞賜包括天堂 和所有我們行為帶來的賞賜 還有一件事就是 人不夠好 信靠神 神也喜悅 祂有這種性 你不夠好 神不會計算 你信靠祂 祂就是一樣喜悅的 所以神是很容易討祂喜悅的 就算我們不夠好 神也一樣接納我們的 好了 錯誤的地方 以為自己夠能力 我夠聰明 我做得夠好 我是很驕徒 我很熟靈的 當人一說熟靈的時候 神就會給他看 你說熟靈 我給你看 你有幾個東西不夠熟靈 其實有哪一個人 是能夠說 我整天都是這麼熟靈 這麼依靠神 我整天的心 都是這麼單純 這麼潔淨 其實人是沒有的 還有呢 靠自己不靠神 神又不歡喜 靠祂自己有能力 有恩賜都是不對 這個出自神 但是恩賜我們不可以驕傲 不可以靠恩賜 這樣的時候 神又不祝福生命了 好了 然後我們怎樣可以有信心呢 一起讀一下 從聖經明白神的可信 自知人肯有限 全心信靠神 從神知取恩典而得 就是我知道神 從聖經知道神是可信 祂說了 祂不能夠背負自己 神是可信的 我們忠言失信 神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 自知人很有限 我們很有限 我們是有限公司來的 我們靈電的 我們沒有人夠好的 我們就拔著耶穌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得到恩典 和得到力量 所以我們討神喜悅 其實這一點 就是告訴我們 不是靠自己 但是我們一依靠神 跟著我們做任何事 神都會歡喜 信心就是領受恩典 那就是 這些其實 我是弄了這些圖 你看到這些 字體不同的 就是我弄了這些圖 那這些圖 你喜歡我都可以傳給你的 那為什麼呢 即使我有幾個這些圖 這些圖傳給人 都可以 很有幫助 信心就是領受神恩 就是耶穌為我們死 於是我們能夠 改變 是因為耶穌為我們死 還有神給了很多恩典 給我們 又給聖靈 又給賞賜 上高就是耶穌 神為我們做的 耶穌 聖靈 又賜給我們力量 去侍奉 然後我們得到賞賜 所以這也是八百好 八百神給我 一起讀下面那裡 不是我救好 是八百領受神恩 不是我們救好 我們習慣去知道 其實我真的很多軟弱 所以我們向神去認罪 每天都認罪神 我有虧欠你們方 我愛你不夠 求你赦免我們 所以信心是什麼 我把手放在這裡 就是拿 信心就是拿 拿神的東西 我信靠神 我知道神會給我 我就去領受恩典 遵從信服神 也是神好喜悅的 薩悟爾記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薩悟爾說 也說喜悅凡濟和平安濟 喜悅喜悅人聽從他的話 聽明聖於悅濟 是信從聖於公約的自由 薩悅的罪與行邪遂的罪相等 患感的罪與拜偶像 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這裡說到就是蘇羅王 蘇羅王 因為薩悟爾跟他說 你去打這個阿馬利人的時候 你不可以將他任何的 拿回來 任何的全部要殺 不可以保存 但是蘇羅他就 他的心覺得很不舒服 損失很大 他就拿了牛羊 他就說 我要來獻給神 但其實他一部分是留起的 當薩悟爾來到的時候 他說 為什麼我聽到牛羊的聲音 他說我要留起這些 要獻給神 但是神說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神喜悅凡濟和平安濟 喜悅喜悅人聽從他的話 你聽我說更加重要 你獻這些牛羊 你聽我說更加重要 聽名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自由 你聽說勝於你獻祭 記得我們早些有個經文 什麼勝過這些祭物 剛剛早些說過的 讚美和感謝 讚美和感謝 神喜悅讚美和感謝 勝過祂喜悅功能 和有國有體的功能 而這裏就說到聽話了 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是勝過我們的奉獻 當然奉獻是重要的 奉獻也是我們的聽話來的 這樣的時候 神是歡喜的 聽話是很難的 人是不喜歡聽話的 通常父母叫子女做什麼 子女通常很少說好啊好啊 亦都很多時候不肯願意去做 神叫我們做的時候 亦都很多時候不肯願意去做 那求主幫我們有一個順服的心 這個就是將我們的意志改變 就算我自己有很多事情 我本身 即是我的心自己想做的 但是神感到我不要做的時候 我真的會聽話 我也都試過很多時候不聽話 但是我現在我知道神給我恩怨很大 我就真的刻意去聽神的話 這個神有什麼聖情呢 就是讀一下 神信從他的規則 神永遠善良和祝福 神喜如想自信從他的華的人 就是他自己遵從他自己規則 神的律法 神自己遵從的 他不會脫離他的律法的 神永遠善良和祝福的 他永遠都是走他的路的 而當有人信從他的時候 神是抱氣和賞賜 神是感動人去改變的 好了 而人的不好是什麼呢 我們會有反叛性的 人會有反叛性的 有時呢 反叛家人 反叛基督徒 反叛牧師 傳道 或者是反叛教會的方向 這些都是求神幫助我們 而我們可以怎樣做 一起讀一下 欣賞神的聖結美善 想活出神的聖結 全心遵從神 相信神 喜悅自己 遵從神 就是每次我遵從神 我知道神是美善的 聖結的 我想活出神的聖結 做完神吩咐的事 我一做 神就歡喜了 我要幫人 神就歡喜了 我都留意到 我們中間有些 弟兄姊妹 我都說 你早點回來看看我們 我們服事人 他們都有早回來 我特別稱讚你們 我一做 即是你聽話的時候 神就歡喜 我們又歡喜了 我們又感謝神了 好了 下一點 就是將生命獻上給神 就是神所喜悅的 將生命獻上 當作活生 就是神所喜悅的 也都能夠叫我們 測驗神的善良術處 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說 我們能夠找到 神喜歡的計劃 和人喜歡的計劃 將生命獻上給神 是最聰明 是最 是神所喜悅的 那我們看到什麼 神的屬性 一起讀 神為我們獻上一切 神有可喜的旨意 神感動我們獻上自己 神想像獻身者 就是神叫我們獻上 祂自己獻上先皇 天父獻上耶穻上聖靈 天父獻上耶穻上聖靈 天父也都用很多心機 用很多計劃 很多方法 來祝福我們 神呢 祂是真的完全擺上 為了我們 祂是最好的父親 真是最關心我們 祂獻上一切 神有可喜的旨意 祂獻上一切給我們 以後祂有個計劃 天排好了最好的 在天上你將來會發現 有個很好的計劃 你想要行這個計劃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怎樣給神使用 你想要你也入這個計劃 當你入到這個計劃 神一定大大祝福 我希望大家走入這個計劃 不要說 我們教會都沒有很大 不用的 你開始聽神的話 我們自然就會增長 首先就是我們聽完神的話 神的 神有可喜的旨意 神會感動我們獻上自己 神又會賞賜 誰獻上自己 神就歡喜 祂一定知道 祂一定記得 祂一定想賜 但有些人有什麼 輕看神的字 祂說我要我自己選的 我自己要那個女朋友 男朋友才是我最好的 這個用自己的方法 以為自己路更好 有些人會以為自己聰明過神的 我條路我計劃的是最好的 而且反而它會破壞生命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一起讀一下 羨慕神的旨意 輕看者世界 與轉天上 能進入神如美的旨意 即是說 我很羨慕神如美的計劃 是最好的 輕看這個世界 在我來說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是很虛假的 很多人追求的 譬如 那些連續劇 我一看的時候 我就形容它是什麼呢 燈劇 因為我前一陣子 我沒有看一套連續劇 是很好的 很感性的 是很多人的愛 我都看得很好 不過我看到的 它是燈劇 在燈 即是燈場 還有吊著人的那些 就是吊著他的心 我感受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 被這些連續劇影響 在這套連續劇欄 很少有這麼好教育性的 是一套連續劇的 在這套連續劇裡面 我看到一些人的好的質素 我也看到人的不好的質素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人 用這些方法來燈著人 我會輕看 我可以隨時不看 即是我有播放就看 不看我又不緊要 即是我已經輕看 我也不緊張 因為我知道結果他作的 我自己作的結果也可以 但是人們很想看 看到結果是怎樣 其實那個結果作出來 都不是真的 好了 將自己如全面上 那又能夠進入神 最好的計劃 你想不想進入呢 能不能進入呢 你猜能不能進入呢 你猜能不能進入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呢 你肯就可以了 不難的 是你肯就可以了 這個活祭 Living Sacrifice 神就歡喜了 羅文書十二章一節 你獻上自己做活祭 神就歡喜 是不是很簡單 神就開心 神就見到笑癌 見癌不見癌 神就很開心 好了 第七樣就是連率人 馬太九章十三節 經常說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祭 這裡不是神喜歡祭祭 這是比較 即是我喜歡你連率多過你獻祭 憲制什麼呢 就是連率人 就是我見到人 我關心他 我很想他得救 我很想幫他 這個就是連率 這裡看到神什麼性格一起讀 神充滿連率 神感動人連率人 神喜愛人連率人 神賞賬連率者 神裡面充滿連率人 我試過有一次去很久之前 我一次打球 打完幫我走回家 忽然間抽筋 我就坐在路邊 有些人走過 就這樣走過 但有一個人走過 他說 你怎麼樣 你有什麼事 你想我載你回家 其實我只有 一條街 我都是自己走回去可以的 等我一會兒 因為我走上車都很辛苦 有時候抽筋 但我很欣賞他 他會停下來問我 他說你有沒有事 你想我幫你 這個就是連率的心 大家如果見到連率的人的人 真的會很感動 那些人這麼連率的人 神就是這樣的 你多弱都好 多遠遠都好 神都會連率的 壓傷的路位 他不會截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會催滅 其實聖經有很多這些金句 是很漂亮的 你多殘都好 神都不會輕看你 他會充滿連率 還有他會感動人 去連率人 他又喜歡人連率 他又賞賜我們 總是你有連率的心 所以你看到人 來到教會學一件事 見到什麼人 都關心一下他 問一下他 祝福他 你都可以和他一起祈禱 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即使你不是服侍隊 你都可以和他聊 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可以關心你的 好了 然後有些人是怎樣 輕看人厭煩人 這個世界有沒有人厭煩人的 很不喜歡某些人 他這麼壞 我不喜歡他 人很多時候都會有 或者輕看某些人 所以心沒有心連率 這樣的時候是怎樣 不連率的 就必不蒙連率 很可憐 不瞞神的連率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 蒙連率的人 下面一齊讀 欣賞神的連率 信自己是蒙恩人 多連率人 神起祝福 就是欣賞神真的連率我們 我們幾次軟弱困難 好搞不定神都連率 又相信自己是蒙恩 很多恩典的人 我就去連率人了 神又喜歡連率 我們去連率他 神起我連率 這裡講到 關心人 有時有個擁抱 給他的安慰 或是輔導人 跟他聊天 給人一杯涼水 或是重陽廚夫 這些都是廉率的行為 然後呢 把一杯涼水給小子女一個渴 這個經文我們讀過很多次了 我們一起讀神的聖情 神有欣賞人的心 神有欣賞人的心 神感動人去祝福人 神記錄我們幫人 神是容易討好的 就是 耶穌說 一杯涼水給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神有欣賞人的心 神會知道人 有心把水給人 或者任何東西給人 神都喜歡欣賞人 神會感動人去祝福人 神有記錄我們幫人 神是否很容易討好 一杯涼水 是否每個人都能做到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做 一起讀 有連遜人的心 關心人的需要 爭取機會祝福人 神喜而祝福 就是 我有這個心了 我就關心 有些人有什麼需要呢 我就爭取機會祝福他 神又很歡喜了 一杯涼水 神必喜 這個都是一些圖來的 我都是做過這些圖 可以傳給人的 就是一杯涼水 就是關心一個人 這個人呢 可能一些難文 不知道為什麼要寫二 不知道是否二號帳目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情況 就是要寫二在額頭那裡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不過看到這個人來 就是幫助他 有很多人都去這些地方 而很多這些都是基督徒 好了 最後一樣呢 就是樂意奉獻和行善 希華來斯13章16節一起讀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 是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就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這麼多經文都是有喜悅的 當我們行善和捐輸的時候 做在人身上願意付出代價 願意付出錢的時候 神是一定喜悅的 一起讀神的熟悉 萬物都是神所慈的 神慷慨地自福給人 神欣賞人樂意奉獻 神厚厚賞賜獻者 就是萬物我們有的都是神給的 我們身體任何一部分 就算手指尾沒了一節都不行 我手指尾沒了一節都不行 我彈琴彈不到最美的音 就是去不到那個位的 我們有任何一件事都是神所給我們的 神慷慨給我們 神又欣賞人樂意奉獻 我任何的奉獻神是樂意的 樂意欣賞的 神又效效賞賜的 我之前也有唐道說到十一奉獻 我希望大家是忠心 在你的入息 你聖經說什麼呢 馬拉基說話 如果你在十一奉獻那裡 你留起的時候是做什麼行為 聖經說 是偷取神的糧 偷取神的糧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偷取神的糧 那你說有很多錢 當你真的願意甘心奉獻的時候 神真的將更多的給你 我自己是一個活健情 我是一個貧窮的出生 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神會為我預備 有這麼多的機會 都是神給我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忠心奉獻 樂意奉獻 鼻子每次奉獻都開心 但是你就不要這樣 我奉獻了這麼多 神你扔給我 我奉獻的時候 我歡喜快樂 我歡喜神去歡喜 神一定歡喜 我們可以相信神給我們 但是不要要求 神我給了這麼多 你給我吧 當我們忠心一起奉獻 當我們忠心奉獻 神打開天上的窗戶 拼福以外門 甚至無處可容 聖經說 答應了 甚至無處可容 這裡有幾個 你忠心奉獻 你發覺神真的有很多恩獻給你 其實有幾個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到神真的很真實 我希望大家真心是行神的路 好了 這是一個總括的圖 我們上次看過這個圖 紅色框就是我們和神關係 提託 看聖經 這些就是造在人身上侍奉的 去憐憫人 傳福音 輔導人 建立教會 這些是我們 照顧身體 和照顧我們應該做的事 譬如這個讚美粗 代表運動 和家庭的關係 我們做的家務 這些一切 但是 有時做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人不喜歡的 有沒有 有的 就算有人喜歡 怎樣 神到起源 就是我真心去做 就算我做家務 我說我要榮耀神 我一路感謝神去做 的時候 神都歡喜 有很多人沒有想到 做家務 都可以神歡喜 一路做家務 我一路感謝神 我做得更好 讓家人看到 一個滿有神同在的人 可以的生命是怎樣的 但是這句說話 我希望大家記得 一起再讀 即使有人不歡喜我 神都起源 就是我做神喜悅的事 神就歡喜了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很難很難 我們總會發現 這麼多東西 我們一起讀一讀 互動的討告和行動 就是這些任何的討告和行動 神都喜歡 我先讀左邊和右邊的字 我們一邊真心遵從 神一邊極度起源 很簡單 你真心做這些 神就一邊是很開心 這個是不是聖經所說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 全部都寫著喜悅 所以我們一邊做 神一邊歡喜 那做些什麼呢 大家一起讀 說一下 悔改離聚 讚美感謝神 有正直的心 信靠神 遵從信服神 將生命獻上 我們連續人 奉獻和行善 就是當我們悔改離開罪 我們讚美神 又感謝神 和祂有好的關係 有正直的心 又信靠 遵從信服祂的吩咐 將生命獻上 我們連續人 和奉獻和行善 都是神所歡喜的 這樣的時候 你做任何事情 你每天都可以這樣 譬如一會兒我們有茶經 我投入茶經 神就歡喜了 我一邊回應 神就歡喜了 我去關心人 神就歡喜了 我為教會討告 神就歡喜了 我為牧師討告 神就歡喜了 即是你做什麼事 都一邊說 神就歡喜 那我每天都可以很開心 那我再說一次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你是丟我的頭 但聖經說了 我沒有說到我好過人 我沒有說到神喜悅 我多過其他人 總之我做這些神的歡喜 我不用比較 神喜悅我多過其他人 不需要比較 我只是說 我做的神歡喜 是不是已經很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 就經常都一種 歡喜的心 一個喜樂的心 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我要向神去講一聲 我願意獻上這些禮物 求你幫助我 如何去做你喜樂的事 其實是不難的 我做你喜樂的事 我又親近你的時候 我都祈禱神的歡喜了 我遵從神 神的歡喜了 我做什麼事神都會歡喜 合乎神的心意 神的歡喜 在這個時候 我請大家 反省一下 有什麼事你可以做 是神的歡喜的 第一 一定是跟神的關係 第二就是我們去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一切 給大小時間 給大家去反思 有什麼你可以做的神 是會很歡喜的 我會很幸福 神的歡喜 阿里會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主要多謝你 因為當我們親近你 遵從你 有正直的心的時候 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就很歡喜 我們任何一件事 做合乎你的心意 神你就很欢喜 你就会祝福我们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被提醒 我们多谢耶稣 求主你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叫我们有动力去走神的路 因为走神的路就必忘神的祝福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被提醒 求主你帮助我们 欣赏神这么好的心 神就是欣赏我们的 神是欣赏我们的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罪 我们的污蔑 我们的黑暗 我们不顺服的地方 求主耶稣 帮助我们去悔改 去放下 主要是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心中的怨恨 我们同神的疏远 求主赦免 我们没有大的动力去亲近人 求主赦免 我们看重自己的事 多于神的事 求主赦免 我们没有将身体献上 求主赦免 我们没有忠心的十一奉献 求主赦免 求主洁净我们的生命 甘生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愿意走神的路 自然我们一步一步越走越近神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